各位婚姻的鄉親大家好,我是欣欣妮 歡迎收看今天三過十八號禮拜一的婚姻新聞 郭北俗識便宜創立正值的比喬萬幸福 三位八號在便宜貴心 以來觀光和很多民眾都非常不甘 十八號再起便宜為美幸福 基本民眾密室以及顧北施 副總統鄧建智也曾經來到婚姻 扮法總統保養人感謝美幸福 因為他在台灣六十萬年的社會 都奉勸給我們年的在地醫療 郭北俗識以後,美幸福就安總在賓窗的天主角望向 做一位勇敢的台灣人 你是一棵大樹 一直以來,我們都在你的地印下 很安全,也很放心 我知道這次是真的 你不會再死了 你不會再死了 有些平衡的完工以及很多民眾 背著比喬萬幸福的遺體 到後悔天主黨進行冰藏麵沙陷又不會是 副總統鄧建智也會到 白髮總統保養令感謝美幸福的供應 感謝天主派遣他到台灣 他把台灣當作自己的故鄉 把雲林人當作自己的家人 自己也成了這麼一樣的台灣人 32歲為他讓我們來告台灣的比幸福 那十多年來,都有他婚禮的醫療在打拼 雖然幸福已經過世,但他的溫暖和關懷 讓大家留下親親的英雄 他對每個人都很關懷 很有愛心,也很有耐心 所以他離開了會很捨不得 是 真的是很可親 然後當我的父母親生病的時候 住院的時候,他都會親自去探訪 他真的是非常親切 他的付出 他為雲林鄉親守護健康這樣的一個辛苦 一定會讓雲林鄉親 點滴在心頭 永遠懷念追思 還不記得社會長 通常到病醫為他病幸福做的紀錄 不管是一開始,世界的遭遇不看 而且是年以來,含當年的上次 每一個雅雄都讓現場的人感動老百姓 我們已經習慣有你的生活 有你跟我們在一起 其實不只是我 每一個員工 你都一樣的可愛 我跟他手,跟姨姨說 真是放心 我們一定會吃下去 因為我知道他 很放心不下就是他創臉的這個 落色眼 平常麵沙和不是結束以後 被姨姨買安葬在民鄉的天主到夢想 雖然大家都很不敢 但姨姨完成他的任務 也真正是因為每一個人心目中 因為溫暖讓人緊張的台灣人 記者靈一靈,蔡鳳報道